快要过年了 指挥中心执行反台国人春节七加七方案 也就是在防御旅馆七天检疫之后 另外七天可以回家隔离 昨天是第一批七加七方案返家的第一天 台北市卫生局在民众隔离期满之后裁剪 结果发现638人当中有两个人裁剪结果是阳性 目前这个两个人已经收治医院来隔离了 至于高雄另外一个状况等一下也会带您了解 至于还有一项好消息 是以后到欧洲不用带疫苗小黄卡了 欧盟从今天开始承认台湾核发的COVID-19疫苗接种证明书 可以快速的入境 而这也是第一个跟我们台湾相互认证的地方 什么时候可以申请呢 指挥官陈时中表示 台湾版的这个数秒数位疫苗证明 预计下个星期就会推出了 到时候就会开放大家来申请使用 春节检疫方案七加七二十一号首批放行回家 台北市就爆发两例确诊者 刚好就是在返家检疫前采检确诊 中午再跟大家做报告 他已经被验出来 风险不会回家 两名个案要等疫情记者会 才要公布状况 不过七加七方案也因此 让外界忧心成为春节爆发 疫情的主因 七加七跟这个所谓的会爆掉 这两个并不相等 那关系是在后面的七天 后面四天里面 七加检疫有没有做完整 七加七很可能 还是会出现一些零星案例 那你要让那些零星案例 都到社区里面变成一个零星的感染 让病毒碰壁 还要靠我们的疫苗施打率 就怕等到疫情爆发再紧缩方案来不及 但中央态度至今 似乎还是没有打算要再加研 而随着疫苗函概率 第二剂已经超过六成五 现在台湾与欧盟也互相认证 数位疫苗证明 很多国家都持续在谈 承认这样的一个证明 它的有效性 那至于里面相关的疫苗的认证 那各国采用的标准各有不同 消息数位疫苗证明到底如何申请 如何使用 陈时中也表示下周 会有进一步的说明 跟大家公布 让民众未来对疫苗证明来往的便利性更高 华尔新闻 红细雨 张俊慧他报道